随着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又来到了每年烂片横行的一月 而这一次为我们开年的是一部由James Wan监制以及Gerald Johnston制导的恐怖片Megan 让一部恐怖电影来临结2023年的到来,你们准备好了吗? 大家好,我是CJ,喜欢看电影的你,欢迎订阅电影Tiffany和我一起观看讨论最新电影 Gemma是一名玩具开发员,由于姐姐遭遇车祸事事 她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当起了外甥女Cady的监护人 单身并醉心于工作的她,一时间无法接受多了一名小孩闯进了她的生活 为了逃避这个责任,她把Cady托付了给她刚刚开发的AI机器人Megan 一个设计成为小孩子陪伴的高级玩具 但随着Megan的智力不断进化,她也慢慢萌生了自己的意识 稍微认识,J1的朋友应该就很清楚她现在除了制导自己看中的电影之余 也常常筛选她认为构格的导演来帮她打造她的恐怖王国 打算她的名号的每一部作品都赚得盆满钵满 但没有一部能获得比较好的口碑 而这部电影竟然出乎意料 不仅打破了J1监制,避暑烂片这个魔咒 也给这个低迷的意愿贡献了一个强势的开始 这部电影并没有什么崭新的点子,但非常有趣 想象当Chucky遇上了Terminator的时候 两者碰撞了产物,便是Megan 这部电影如往常,有着以往J1电影的元素 包含一个单靠剪影就能让人认得的恐怖象征 当然,论恐怖程度的话 羊娃娃当然比不上妖魔鬼怪 但导演为这个羊娃娃注入了许多可以成为话题的时下元素 让这个羊娃娃在恐怖之一也看起来非常时髦 看过预告片的朋友应该都会对那一段舞蹈充满印象 而这一段舞蹈之后还在TikTok上让每一个人相争模仿 可以说是在上映之前就得到了一波很好的宣传 故事方面呢,虽然看起来像是失控机器人大开杀戒 电影里面的信息却格外真诚 其中最让人深思为孩子们在丧失父母之后寻求依赖的心理行为 电影里面Cady失去父母之后在没有亲人的情况下 内心寻求着依靠来到了Gamer的面前 而从Gamer的角度来看 努力工作享受生活 但不想要孩子的设定可以很好地和年轻一代的思维融合在一起 让电影剧情变得非常有说服力 另一方面,电子产品所造成的孩子与家长的隔阂的现金社会病 在电影里面也有充分展现出来 电影也把血腥程度控制了PG13等级 因此少了爆血浆的机会 这可能会造成对期待血浆的恐怖电影爱好者们失望 不过导演却注入了许多幽默成分 许多片段的看似恐怖的时候 竟然让我觉得有一点好笑 不过这些笑话呢都没有很刻意 并且都隐藏在其严肃的剧情当中 所以比较大程度还是看观众的幽默感 电影的节奏有少许的不平衡 前面比较脱沓 但进了主戏后却有一点匆忙 就这样吵吵结束了 美根大开杀戒的场面看的不够过瘾 希望可以再长一些 不过时长短视 每一部小成本电影的通病 来到的这一部也不例外 对GIS1上一部我们令人失望的 或者对他监制的电影没信心的朋友 我绝对推荐你们去看这部电影 去刷新你们的记录 今天的许多并到此为止 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给我们点赞 然后关注我们哦